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 不找地方开始了特色表演 咱们呀 边看边吃 这两天 云南远洋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哈尼族开央门传统农耕仪式 这是哈尼族重要的农舍活动之一 也代表着新一年耕种的开始 在这天 哈尼族人会穿上节日的盛装 跳起传统的综善舞 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游客们不光可以欣赏农耕文化 还能跟着一块体验 来到这里体验一下打泥巴呀 插烟也很好玩 是吧 也体验到了这种很不容易的这种 山西代县杨明堡古镇的美食文化节上 来自全县的大厨们拿出自己的绝活 做特色熬鱼 刚出锅的熬鱼汤鲜肉嫩 口感丰富 我特别的惦记咱们家乡的这一口熬鱼 今天赶上这个美食节我专程回来了 带了一条回去给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朋友 随着乌苏里江全县开江 黑农江省双压山市饶河县的渔民们 撒下了开江第一网 为了让游客们品尝到更多种类的江鱼 当地老乡直接在江边支起了铁锅 现场制作炖江鱼 沙生鱼 鱼丸子等特色美食 这鱼汤也非常鲜美 江水炖江鱼 味道好 Lou 面 双昌 奌 方